柯文哲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人没钱 所以他大处就喊话 你会发现他 柯文哲真的很聪明 讲聪明是好听的 讲难听一点就是很狡猾 他真的很会算 你知道他在国民党初选之前 他打小英对不对 打得很用力的话 他也断定说 郭台铭在初选会输嘛 所以他先打蔡英文的话 就是浅然的 赶快往这边看过来 对不对 等到你看过来之后 他还要打韩国瑜为什么 这些人痛恨韩国瑜 已经痛恨到几点啊 你趁这个时候再加码力道 再打一下的话 这些浅然的会对你吸中嘛 他要巩固这些浅然的支持者嘛 对不对 那他在绿的这边 他本来就可以抢到 很多中间选民年金选民 因为他跟蔡英文的 两边的话 大家就要赎贵amaan 就选举还有半年的时间 大家就从议题上 从一些网络上 从一些地方 反正各种方式的话 他就开始跟蔡英文在拉锯 反正这一块的话 他应该可以拉到部分的选民 对不对 所以他就跟你讲 他现在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他有他的科粉 就是中间选民 年轻人这块当基础 虽然没有像韩粉那么巩固 对不对 可是他今天可以怎么样 抓一些什么赌揽国民党 再赌揽民进党的 一边再抓一堆 慢慢抓慢慢抓 再等韩国瑜失言 再等小英掉枪 说实在话柯文哲他 只能往上不会往下 所以他这个选举策略很聪明 可是你看他面临的困境 就是刚才讲到的 没人又没钱 我那天也讲说他的 他的那个票就好像是 背叽空中的收拾 所以说如果有新领袖成 第三选择 他就不排斥说他不会选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他现在就是关注 那个郭台铭的动向 因为郭台铭如果他也出来选 说实在话这一块变成说 他跟小英还要跟郭台铭 去分这一块 潜绿年轻人的选票的话 他没有优势 而且说实在话 他现在没有操兵 郭台铭已经在出选里面 超过一次兵 所以他也知道说 接下来我要靠什么广告 说实在郭台铭那时候的广告 很多内容是打动 很多年轻人的心 所以柯文哲讲说 你今天郭台铭在出来选的话 我的这一块版图 已经被你消掉 再消掉一块的话 他盘算之后 韩国瑜有30%左右支持度 那小英民进党最烂最烂 也有20几%吧 20%左右 那50剩下他 如果投票率就7成的话 他那他剩多少 他根本赢不了韩国瑜 如果又加上郭台铭 再出来再分一点的话 金本就没票 所以我说实在 柯文哲很聪明 他真的很会精算 所以现在柯文哲 最好的方式为什么 你会发现他跟各个 第三势力的候选人 或者有意参选的人都在友好 放出一些消息 就是说可能这样 其实他都是在代价而辜 他讲出来跟这些阵营 他跟王金平什么约 跟郭台铭 跟什么 郭首证有联系什么样 他就放出这些风声的话 他就是在跟你眉眉眼去 没了要来合作 对不对 那问题是 他遇到王金平就没有用 王金平老心在在 没想要职业 对了 那郭台铭如果沉不住气的话 会不会主动去找他合 如果他们两个结合了 银蛋撒下去的话 说实在对柯文哲来讲 是很大的一个益注 啊